阿爸 父母 感谢您 又到了我们可以再一起聚集您 来听您话语的时候 主啊 谢谢您 依向我们说话 引导我们更深更深地来认识您 也更深更深地知道 我们这个世代是准备来示范 主啊 您说让我们听了 要去醒 主啊 请您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 真的能够行得出来 主啊 保守我们 依靠你 单单依靠你 仰望你 求你与我们同在 祝福高摩 平地的孩子 他死的口 且高摩我们每个人都多 让我们的心儿都向你开启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听了就能够明白 谢谢你帮助我们 将求告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大家好 那这个图片 上面这个第一个图是 旧约末世伦 就是旧约的作者他们的先知 他们对他们时代和未来的期望 他们的期待是什么 那旧约的作者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你去看先知书籍的时候 他们说从前或者是前一代 他们那时代都是外邦人的统治 就是以色列还没有灭国之前 埃及很强 亚述很强 巴比伦很强 以色列灭国以后呢 巴比伦起来 然后呢 波斯起来 又到希腊 他们那些时间呢他们一直说 外邦人在统治是不对的 外邦人不应该统治 不应该有权柄 因为他们的败的都是偶像是假神 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 我们的神创造于宇宙的神 那如果是这样子 他们等会有一天 他们说叫耶和华的日子 那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一天 那一天出现了神要出手 神要出手的时候 神开始掌权 他们就叫做末后的日子 历史分成两半 一半是前面的日子 一半是后面的日子 分成两个时代 那之前是外邦人掌权 最后是神掌权 神掌权呢 他会在立这个 也是以色列的国家 让他们复国 然后利用以色列来治理这个世界 这是旧约的末世论 那 新约的末世论不太一样 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就说 你们搞错了 你的敌人不是外邦人 你的敌人是撒旦 你们敌人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控制这个地球 这个观点跟启示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我们看启示末世 一定要了解这个基本态度 撒旦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头 然后耶稣 他死日复活的时候 开始了神的国度 那有一天神的国度要完完全全到达 完完全全下来 那我们完全完成 那我们是在活在这段时间 就是说神的国度和撒旦国度 并行的时间 我想大家听 就对这个应该蛮熟悉的概念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段时间 我们现在活 教会活的这段时间 从耶稣 复活升天以后 到他再来这段时间呢 我们怎么了解他 怎么了解他 在 不是 很多神学家在北美 或者欧洲 尤其是二十世纪的神学家 他们最喜欢的比喻是 二次大战的比喻 因为二次大战 影响了很多很多 影响了全世界 尤其是欧洲的那些神学家 圣经学者 他们说 那耶稣的复活是 罗曼地登陆 对不对 那时候他们联盟军队 在罗曼地 法国的那个海台上 登陆以后呢 德国 这个 他们的 这个帝国就要垮台了 已经输定了 可是呢 没有马上毁掉 从6月6号 1940年到1945年 还撑了一年 对不对 那时候才完全结束 得我投降 这个比喻我不知道 我想现在21世纪 它越来越 没有人了解吧 因为年轻的一代 这些都是历史 都是古老历史 上个世纪的历史 真正经过这个 诺曼地登陆的 这些二次大战这些人 慢慢这一代 也慢慢都过世了 那我们这一代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比喻 我想问一下 在中国历史里头 有没有这种东西 一种好像是一个 前面一件事情呢 让它保证 后面的一件事情要发生 可是它还没有完全发生 有一个过渡时期 中国历史上 有没有更好的例子 有共产党一起来跟国民党打争 就是这样 OK 那是哪一次 怎么算法的 从 半年抗战 不是半年抗战 三年 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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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九年 四六年 有没有一个事件 它是阴定 打破了敌人的 他们的 没有那一件事件 有一个 这是什么战役 什么战役 什么平津啊 平津战役 平津 平津是个地方 有几个大战役 三大战役之风 就已经得大势一去 已经赢定了 一开始 国民党是有美国支持 好像有飞机都很先进 嗯 结果有几个大的战役 一个在东北有一个是吧 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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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每个战役打完了 国民党就已经不行了 不行 大家都知道输定了 等于说就有这一个 好像是说十字架已经把它击败了 那后面只是我们就是mop 把它慢慢赶出去 已经时间问题了 大势一去 OK 平津 就是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 三个就是比较大的冲突 冲突 OK 三大战役 你说这是我们国内历史 近代历史的一个比喻 大家可以了解的 就说有这个意思 OK 那 那 那 我们如果从西方北美西方到中国到犹太人第一世纪 他们最 所以 他们可以了解这段这段经 怎么了解呢 他们了解 去埃及 对不对 他们如果要谈这个概念 他们说 埃及 然后呢 过红海逃出 得到自由 在旷野中晃 然后呢 进入战役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概念 把这个 因此 他们 因此我们看七十路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看到埃及的故事 一直在埃及这个影像 一直在出现 因为他们 用他们的思想方法 他们的历史抽出来了 这是最好的 对不对 先逃出来 然后在旷野中 然后再进入 这段时间 一个等候的时间 对 因此我们上星期我们谈到说 四十二个月 四十二个月 因为是四十年加二 他们一直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旷野时代 来了解他们 这个 这个教会的现在时代 OK 这有没有问题 我最近 我就是这个星期 我花了点时间 我把它 希望把那个这个 等于说我们看的很细 我们现在退后一步 开始看 因为你看的蛮多了 我把它这个整个大的结构了解一下 因此我一直在说说 这个这个起书 它的写的方法是 一圈绕一圈绕一圈 一直在绕 那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章到第三章 我们谈的是七个教会的书行 鼓励与警告 对不对 这是他们在写的东西 然后呢 其实第四章和五章呢 是神与羔羊的荣耀尊贵权柄 那时候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throne room 就是那个 宝座的那个房子 然后 所有的那些 那个四个 四个兽 然后 所創物 都在那边敬拜着 这个羔羊 对不对 从第六章开始 这个羔羊 把那个印开始打开 对不对 比如说前面是 这个背景是七个教会 然后呢 宝座 神当王 耶稣当王 然后呢 开始这个故事 那这个图我弄起来的话 我跟大家提醒说 启示录 有几个重要的主题 然后呢 这个启示录一直在那边绕 我看 一直在开始绕 一直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有一个地上的患难的主题 地上的患难主题呢 然后有呢 圣徒受难又得保护的主题 然后最后呢 有神国降临的主题 看 一开始 第六章 还六个印 记不记得这六个印 有四个骑马者 然后呢 有地上的患难一大堆 在这里放 然后呢 到七章的时候呢 我们突然从第六个印 和七个中间停下来 然后呢 有 十四万四千 圣徒 被盖在他头上 对不对 盖一个印 他们受到时候的保护 我们说他们得保护 可是他们还是受困苦 受逼迫 受杀死 他们保护是他们灵性的保护 他们信仰的保护 OK 我们从地上的患难 然后到保护 绕回去 OK 第七章其实就谈到童号 一到四的童号 又是大灾难 大灾难 OK 然后呢 我说那时候 到第五个童号的时候呢 有个星星落在地上 我说这个星星是谈 天使的可能性 或者是帝国的可能性 对不对 不是很清楚 摔在地上 那后面呢 有一个 与诱发拉底河的使者要释放 那诱发拉底河 大家都知道 那是巴比伦 或者是 是那个 就是巴比伦区域 亚顺那个区域 这个谈的是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国家 OK 这个还没有说 他是撒得很清楚的 可是好像还在里头 这个 这个童号五第五 第六 然后呢 我们有圣殿的两位见证 圣殿与两位见证人 我们常常谈到说 这个圣殿 好像外面是要受压迫 里面要量起保护起来 两位见证人呢 要又受保护 又要被杀死 这个两方面 我们谈的时候 这些都是谈教会 教会的两方面 一方面受到保护 一方面受到受苦难 对不对 那我们第七童号 谈到神的国家 这是这一次 然后我们上一期谈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这个龙与妇人 这时候呢 我们又开始很仔细的谈 这个撒旦 是他 这个作者讲清楚了 撒旦是龙 对 那妇人是 我们像是以色列汉教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被他摔在地上 然后我们跳下去 龙要攻击妇人 那妇人得保护 可是呢 这个龙要攻击 妇人的子孩子们 对不对 因此是又保护又受难 这个又在这边出现 这故事马上继续下去 有 然后呢 从海来的出来一个兽 这个德所说了 从海出来的兽 这个兽是要被这个龙 龙兽是撒旦 这个大家就知道 这个海出来的兽是帝国 撒旦要用的这个助手 在这边出现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兽要与圣徒作战 还出来第二个兽 要来迷惑人 迷惑世人 OK 你怎么看到这个主题 是在这边绕转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十四章呢 是看到神的国的降帘 然后从十六章开始呢 又要回到地上的患难 又要出现 因此说 它又在一遍又一遍在那边转 意思 这是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 可能是整个是第三 可是它秩序不是很好 这样子 这样子的 第三 然后呢 第四就是从十六又开始 第四 一直这样子 等于说这个 可是每一次呢 它给你增加一点内容 一开始的是六个燕 灾难 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有星星从天上掉下来 还有跟六拉法里河的有关系 然后再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们搞清楚龙是啥的 摔在地上 这个德罗密摔在地上 然后呢 六拉法里河的死者呢 从海出来的兽 对 这个就把它解释清楚了 然后这个 这个主题一直在重复 为什么呢 注重 你要受苦 你要得保护 你要受苦 你要得保护 这是古力 他的圣子 然后呢 神的国得来 对这样 就对奇事图这个看法 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这样看法 或者是很多人会就是说 把它看成连续性 一件事情 又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又一件事情 我的观点是 他在讲同样的东西 他讲的是 这段时间 在耶稣复活 和耶稣再来中间的时间 他在谈论这些东西 有问题 就是这个描述 就好像跟中国教会 现在挺相关的 中国教会现在 好像有点受逼迫 一样 有个大教会被掺和 对 好像就在美国的 我们的教会 好像很少有受逼迫 这种 是的 他受的逼迫 可能是不一样 另外一种 可能是这一种 迷惑的事情 他们在美国的教会 他们被消费者控制 消费主义控制 他们被其他的影响在控制 就是他 有些很注重 像美国的教会里头 很多被一种政府 叫 civil religion 变成一个跟国家主义 连在一起的宗教 因此拜的是 又拜神又拜美国 对不对 他们会把民主自由和基督教完全混在一起 或者是把耶稣和自由 free market 是怎么算的 就是资本主义连在一起 你知道 他们会把这种连在一起 这是很特殊的 这是美国另外一种 你可以 我们没有 没有一种积极性的逼迫 可是它的影响是从底下 让你把你的基础慢慢慢慢的弄垮 对对对对 尤其逼迫 大家知道这个政府是敌人 对不对 不受逼迫 这个社会引诱 是另外一种 那你说这个地上的患难 地上的患难 地上的患难 就是和使徒行传 那个进入神的国要经历患难 是指的是一彼神吗 等于说在 不只是在解释录了 整个新约的观点都是在 就是在地上 等于说 这个 他们都认为在世上 在这个教会时代中间 基督徒要有受逼迫 然后又要审判 他们要保护 等于说 这是这个新约作者 对这个教会时代 他们的观点 因此 很多书籍都会谈到 地上的患难 我想 我觉得启示这个作者 约翰 他谈的就是 就是谈这些东西 他在谈说 这段时间是这样子 可以不可以说 在美国的这种 这种迷惑 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所生的那些孩子 百分之六十 是 是 相信神的 到了 到了 现在来说 只剩4% 那你就知道 这个迷惑 这个败坏有多大 这个 对 等于说这个事情 我想很多人都已经 都已经谈出 美国这个 这个国家 是在一个转变 是在一个 在一个 在慢慢的转变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对教会的 比较慢慢不接受 就是这个情况 他的原因呢 有很多 可是 包括在内的是一个 教会自己没有把他 没有把他跟 很多国家的这些 这个社会里头的这些倾向分开 分清楚 这是一个很 等于说 跟他妥协了 不知不觉的被妥协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别的问题 反应 好 这是 这是启示的主题 结果 我们今天开始回到这个 十四章 我们提一下上次 十二到十四 十三 到什么地方 我们今天看的是十四 十四一到十五四 我们记得大轰隆 攻击怀孕的妇人 我们说这个怀孕的妇人 是以色列 然后呢 儿子升天是末 是末世的弥赛亚 这个很清楚的 这一段经文 那个儿子升天上 然后呢 这个景色 谈到大龙那边 准备要吃这个儿子 要杀死他 要吃掉他 没想到呢 他被拉到天上去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镜头本 转到天上 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在天上的大战 然后这个龙被 龙是撒旦 与他跟踪他的天使 被摔在地上 然后怎么摔的 怎么赢的呢 是羔羊的血 击败这个龙 那这样读法 我们说这个羔羊 跟这个儿子是一样的 对不对 从地上的 以色列 神的子民 生出一个儿子 他升天 击败这个龙 他摔在地上 这是以色列旧约的故事 以及耶稣死而复活的故事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后呢 开始教会的故事 龙迫害妇人和他的子孙 基督徒 这是我们十二章中间的部分 然后呢 开始细节了 怎么迫害 这个龙 这个撒旦是怎么样迫害教会 看 然后他谈的是呢 两只兽 一只是 从海里出来的 一只是从地上来的 这个海里出来的一个兽 是一个 与圣族直接作战 屠杀的 比如说是一种 很清楚的野的 从海里是 他是一个海 是罪恶的 是反叛的 是亵渎的 是一个 是一个恶性 恶的来源 他从来出来的这个野兽 不是人性的 他来 要跟 等于说 这种他的代表是 任何反教会的帝国 任何权柄 他要来压制 要压迫 要攻击教会 攻击基督徒的 这是从海里的这个兽 他是龙应用他 等于说 这个龙要有 直接的 积极性的攻击教会 这是他的做法一部分 可是有另外一只兽 对不对 另外一只兽呢 他是看起来像只羊 说话像龙羊 他的话是撒旦 可是他看起来很像羊 然后他只要迷惑使人 他要使大家 拜那个第一个兽 对不对 比如说这是一个 比如说 形容这个撒旦的两条路 一条路是积极的压迫 另外是迷惑和引诱 刚刚我们谈的 你说有些 有些基督徒受到积极的压迫 有些基督徒呢 受到引诱 对不对 没有说真的压迫 可是引诱还是在 对不对 这两个 然后呢 我们今天开始看的是 四四章第一节 好 有没有问题 这个cycle 这一圈 我们今天看结尾 好 我又观看见羊羔站在西安山上 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十四万七千人 他们的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 我听见有声音从天上来 好像众水的声音 好像大雷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声音 又像琴诗弹奏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在四个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唱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七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个 这些人也没有跟妇女在一起和使自己颠误 他们原是同生的 同生的 羊羔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就跟随他 这些人是从世上中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赐给神和羊羔 在他们口中找不到谎言 因为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不管 一开始我们看到 刚刚是十三章结尾是 兽 然后两只兽 然后666 刚好是前一章的结尾 一下看见 突然间羊羔在鞋上出来了 我想问一下这个666怎么来的 那是上星期的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看看 看录影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这个要么我们要回去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星 对 这就在前面一章 对 它的结尾 那 我们从那边马上转过来 突然间看到这两个兽 突然间看到这个羊 对比在一起 对不对 原来那只兽是看起来像羊 真的羊出现了 真的羊出现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对比 那对比的话 那你看到那个666也是盖在他们那个属兽的人身上 这里我们看到有神的额上写的他的名和父的名 这是一个故意的对比 故意的对比 那 那 这个 就 就这14万4千人 嗯 这个我们说 啊这个我知道是讲什么 那你记不记不记得 习师徒第七章的时候 我看 我听见被盖印的人的数目 以色列子孙各支派中被盖印的共有14万4千人 记不记得 也就是我们上次谈说 他听见有14万4千人 他看到的是数不过来的 他听见是以色列子孙的各支派 他看见的是从各国度各民族各语言全混在一起的 没有算不过来的号码 因此我们说这个14万4千是一个代表 他代表所有神的子民所有的圣族 这是从第七章开始的 开始的这个 这个 这个解释 他把他呢 应用他回来了 他说我们一看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怎么样了 羊羔原来在宝座上头 现在跑那里去乱 跑到西安山上去 西安山上去 比如说他到地上来 这个西安山呢 当然我们 我们记住我们都是象征 羊羔站在西安山上头 那羊羔是代表西安山也是代表 对不对 羊羔是代表 耶稣西安山是代表 神与人交叉的地方 因为那是圣典 是耶路撒冷的圣典 对不对 因此这是 耶稣要治理世界的地方 这是这个代表 这是真正的属神的国度 那14万4千人 他们呢 这是代表所有 所有的神的子民 那我们这个王位呢 西安山山的王位呢 我们看诗篇第二篇 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立了我的君王 对不对 这是耶稣所说的 记得上次我们看12章的时候 看到这个龙要吃那个儿子 那个儿子以后要用铁棒 来打败这个世界的 那也是从诗篇第二篇出来 他这个作者 从诗篇第二篇谈到 这是未来的弥赛亚 他要立这个弥赛亚在他的圣山上 在西安 立他的那个 弥赛亚 好 那神的国度降临了 他和他的教会降在世上 在所有世上的人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 有声音出来了 也是一个中水的声音 好像打雷的声音 我们听这个声音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声 很大声 很大声 就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声音 可是又像弹琴一样 是音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宝座前 四个佛物 和众长老面前唱新歌 一个新的歌曲 新的歌曲在旧约里头 诗篇33篇 四十篇第三节 很多很多这个 新歌这个概念是 庆祝神的 神的 胜利 对 神打败他的敌人 因此要庆祝 因此我们唱的是新歌曲 那这个新歌曲呢 只有呢 十四万四千人 以万 别人不能学 只有神的子民 能够了解这个歌曲 能够唱这首歌曲 他们被 被买来的人 才能够学这个歌曲 正常这个意思 蛮清楚的 OK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因为下面这些 比较困难一点 OK很清楚 那好 这些人是谁 有几个 形容着十四万四千人 我刚刚说 这是整个教会 这个应该是从 第七章开始看到 这是整个教会 有些人说 这不太对 因为你看下面的形容 比较麻烦一点 第一点 他们都是同圣的 好像全教会都是同圣的 而且好像对这个 妇女这个 玷污这个概念好像有问题 他说这个怎么会 这个圣经怎么会 对这个有问题呢 OK 有些人说这个是 其实他谈的不只是 不是谈教会 而是谈基督徒的 有些男人 十四万四千男人 然后真的 他们都是同圣的 一直很估计 你要看 天主教的天父 为什么 是不结婚的 他们这段结婚有影响 对不对 他们说这个好像是 可是 说实在 在这里头只有这一句话 在整个圣经里头 对婚姻 从来没有说出不好 绝对没有说出不好 而且是庆祝的 是好的 那这个地方 真正会说 教会 不应该有 婚姻 交到同圣 这是真正这样讲的吗 对不对 保隆没有这样教过 耶稣没有这样教 保隆没有这样教 那约翰他为什么会教这个呢 因此很多人说这个 我们搞清楚一下 那这如果是 如果一切都是象征的话呢 这个同圣也是一个象征 对不对 你对这种方法解释 我们说哪个是literal 哪个是字面的 哪些是象征的 那十四万四千象征 所有的 所有的是教会 那 与妇女在一起 使自己玷污 那是象征什么 然后呢 同圣是象征什么 OK 那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 以色列的军人 他们战争的时候呢 他们与他们的妻子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保持 他们的意思 有些人就说 这个意思是谈的是 这是一个象征性 对基督徒了解 我们是神的军人 神的军兵 因此 这是一个象征性 象征的 是军兵 另外一个解释呢 是跟世界保持 purity 保持纯洁 没有被世界的影响 没有世界的转变 这是另外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的其实在 在那个 启示里头已经也有 然后呢 你们记得耶稣谈到 旧约谈到 以色列是他的同女 他的丈夫是耶稣 不是耶稣 丈夫是那个 是耶和华 然后新约里都谈到说 教会是 这个妇女 然后呢 要跟 要嫁给耶稣 为他的先者 先老 对不对 这个比喻 那问题在哪里呢 嗯 约翰没写 因此 我说OK 那他在讲的是 哪个方面的了解 我觉得第一个解释说 真是咱真正的教会 应该是 不结婚 同生的这个概念呢 这个绝对我想这是错的 另外这两个呢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OK 有没有问题 约翰有没有结婚 不知道啊 他没结婚 大家都不应该结婚 是不是 彼得结婚了 彼得结婚了 他有一个怨务 他有一个怨务 对 我想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这样了解的 这个不是 他是另外的 那两个是比较解释 比较可能 可是到底哪一个是 军兵还是说 应用这个 处女的这个概念来谈 教会保持纯洁 不被世界的玷污 这个比喻 可能 好 那 第二 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无论到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羊羔 这些人 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人 他们应用耶稣的生命的榜样 来活出他们的生命来 耶稣怎么走他们就走到哪里去 对 他们是纯洁 然后呢 跟从耶稣 他耶稣的榜样 活出来 对 第三呢 他们是从世上买出来 是出手果子归给神和羊羔 这是什么意思 好 在旧约里头 你有一个 你是 不是农人吗 我有一些 我种的这些葡萄 好 出手的果子 摘下来 献祭给神 什么意思呢 这是代表 所有的果子 都属于你的 OK 不是说意思意思 这个给你其他是我 不是这个意思 而说 这个代表以后的 都是神的 可是我说 这是一个代表性 第一个给你 就是想象征性的 把它全面都给你 那吃下来 我吃下来 是因为我交给你 然后你给我的 是这个概念 那出手的果子归给了神和羊羔 他们 这样来说的话呢 这些 十四万四千人 这些人 他们在这个教会时代中间 他们的信心被保障 他们在受压迫中保持下来 他们是象征整个世界要属于神 他们算是出手的果子 献给了神 然后整个世界 要交在神的手上 要在耶稣的手上 他要当我 就是这种观点 他们是 他们是一个出手果子的祭 献给神和羊羔 最后一段 他们中间找不着荒野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你看到 伊赛亚书是五十三章九节 所以他就是 这个谈是 也谈的是 那个受难的这个羊 这个仆人 他这个是个羊 对不对 所以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 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 这个话语 使希腊文就跟这个话语很相详 在他口中找不着谎言 在希腊文中很相详 所以好像有一个故意谈到说 因为这个羔羊 是 其实这里也谈的是羔羊 其实以赛亚书是这个 为我们死的羔羊 受苦的羔羊 意思是说呢 耶稣是羔羊 跟从他的人 活出羔羊的圣灵来 活出羔羊的圣灵来 对 他们是出手的脖子 他们保持群结 他们跟随耶稣 最后呢 他们的行动性格方面 跟着羔羊一致的 他们活出羔羊的圣灵来 有没有问题 第六集 我又看见 另外天使在高空飞扬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 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邦国 各支牌 各方言 各民族的人 他们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把荣耀归给他 因为他的审判的时候到了 应当敬拜 创造天地 海和重水 泉源的那一位 又有另外天使接着说 倾倒了 把大巴别伦倾倒了 他曾经叫列国 喝他淫乱烈怒的酒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大声说 如果有人拜寿和寿相 就在他自己的额上 或手上受了记号 他就必定喝神 神烈怒的酒 这酒是 什么 真 什么字 真 真在神震怒的悲中 全也不砸的 他必定在众天使和阳高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的 以及接受他名字的记号的人 日夜得不到安息 在这里 那些遵守神的命令 和耶稣的信仰的圣徒 要有忍耐 我听见从天上有火 声音说 你要写下来 从今以后 那在竹里死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脱离自己的劳苦 得下安息了 他们的作为也随着他们 这是你们开始谈 刚刚谈的是得救的人 他们是出手的 他们是纯洁的 他们在那边 现在我们转过来要谈 这些受舍派来 第一 传福音 那很多人说福音这个字呢 如果传福音是不是要他们悔改 有些人谈这个福音那是悔改 那这个天使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天使 有人这样解释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太完全是不太适合 因为他谈的是审判的时候已经到 他没有在谈 他谈的是你们应该敬畏他 给他荣耀 因为他的审判时间到 好像是那时候 神耶稣来的时候呢 那些盯他的那些人都要看到他 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时候拜神 是真正的悔改呢 还是说神经当王 你没办法 你只好给他重要 对不对 这是一个想法 之后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 不会不悔改的 可是我要谈这个福音这个定义 可能可以让我们多了解一下 福音这个意思 不见得 一定是一个 邀请人 悔改的信息 福音在耶稣 在教会时代中间 是宣扬耶稣当王了 邀请你跟从他 到这个时代 不是一个邀请 而是你没办法 福音是耶稣已经到 耶稣刚来的时候 他教会时代 耶稣到了 邀请你进入神的国度 神的国度真的到的时候呢 宣扬的还是福音 耶稣当王 而且他在天上当王 现在在地上当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宣扬的不是一个邀请 让你进入悔改 而是宣布审判 宣布审判 因此福音 对悔改的人 是好消息 对拒绝神的人 他不是好消息 对不对 他你听到了 你说我不要这个 他的结果是审判 我拒绝 因为究竟来说是一个王 这个王说我要当王了 你要不要跟我走 你要不要听我 你要不要进入这个国度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如果没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就两者都不存在 最后就不知道结果 这段经文不是不再谈这个事情 可是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想在圣经里头 这是我个人看法 有很多有些人说你没听过 你还是你就杀地狱 有些人说你听过了 你没有听过你可是神会给你个机会 我认为说圣经居然没有教这个东西 这个答案 我只能说在圣经里头 有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 在天国里头 基丁 加布团没有听过耶稣 大卫没有听过耶稣 旧约的先知都没有听过耶稣 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些人 那你说那新约不一样 不知道 第二 神是公正 神是公正 他会在那一天呢 让每一个人心服口服 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 心服口服的 这个审判是对的 这是公正的 那这样子我们得说 其他的这个细节 这是神没有告诉我们 就是这些规矩 我们与神的这些 谁得救 谁怎么不得救 怎么样这样的东西 不是交给我们 这个知识不是给我们 对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用处 是的 对 好 毕竟就是说好像一下 就把人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是啊 有一天人类要分成两半 现在的世界的人是 割成两半是降格的 我们心是有罪 可以有跟从追求神的 然后呢在这时间呢 神在我们上工作 我们这样这样这样 在那里成长追求神 有一天的割是降格 人与人终于要花条线 那是神在等候这段时间 他不想 因为他不要罪人死亡 他不喜欢罪人死亡 他想要有恩典 因为他在等 可是有一天 反叛神的人 他们需要有审判 如果没有审判就没有公正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 世上的恶行的人物 看到世上对神完全是反叛的 这些人 怎么办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喜欢他 我们想 我们谈神的爱 那是对的 可是神的爱 含在神的爱里头 是他的公正 他的公义 他的审判 巴比伦 青岛 伊赛亚说 21章9节 看来有一对骑兵来 马兵一对一对儿 有人回答说 青岛 巴比伦青岛 他所有雕刻的神像 都被打碎在地上 我们刚刚谈说 埃及 这是第一 他们是被 在埃及当奴隶 逃出来 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 这个基地 可是呢 他们被掳了 在巴比伦当奴隶 然后要出来 对不对 那你说 这个 为什么 他说两个都有 第一个是 离开埃及 跑到 在旷野周照 40 40多年 然后进入迦南地 分成两半 巴比伦他们回归 可是没有真正的回来 还在等候那个完全的回归 我说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回来 因为他们还是 他们没有真正的独立嘛 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以后呢 在波斯帝国底下 在希腊帝国底下 在罗马帝国底下 没有真正的回来 因此这段时间 也可以他们说了解说 啊 这是一个 回来 开始了 可是没有结束的那段时间 因此这个地方呢 他们又开始谈巴比伦 巴比伦 巴比伦 他是毁掉了第一个圣殿的 他是一个攻击神的子民的这个帝国 然后呢 他的代表是所有攻击教会的帝国 因此 他是罗马帝国 他把第二个圣殿毁掉了 他是攻击人民的 他的规矩是 你需要拜 他们的神 你需要拜 凯撒 他们逼着人 进入 拜偶像 整个这个社会 是一个拜偶像的社会 你去哪里再拜偶像 每个地方都是传统的偶像 你去哪里都要拜偶像 这种地方 因此巴比伦 这个名字呢 是代表所有的恶行反神的世界国度 他们压迫神的子民 造成文化与神的子民是对立的 神的文化是对立的 积极性的反神 到 打败他 打败他 那 这个巴比伦让列国喝他的酒 他的淫乱的聂禄的酒 是他们逼着他们行出巴比伦的 恶行 巴比伦的文化 那 有人拜偶和受像这个地方呢 我想跟打巴比伦就连在一起 因为基比特 受是一个国度 因此 拜受和拜受像的人 就是跟从这些大国 帝国 反神国度的这些人 他们 就受了几号 他们这些人呢 跟从这个受的呢 就要喝神烈怒的酒 那这个 这个酒是什么样的酒呢 底下会解释 它是存衣不杂的 是存酒 那是很烈的酒 这个酒呢 是一个象征 象征是审判 是受难的 嗯 火与硫磺之中 受苦 痛苦 这些词呢 让很多人说 地狱是 有火 我们这个 其实是一个象征的书籍 因此真的火吗 不是好就好 不是好事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地方 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 真的有火我不知道 因为这里头的 你哪些是字面读起来 哪些是象征 最后 不那么决定 不那么容易了解 就去确定它 对不对 他们在天使和阳光面前呢 在火与硫磺之间受痛苦 他们的痛苦的烟像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嗯 这段经文呢 有些人会说 因为说实在 人 我们很多人谈说 飞机徒的以后 他们 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有些人说 annihilation 就是说他们的灵魂被毁灭 嗯 就不见了 好像没创造一样 没有出来过 有些人这样讲 因为他们认为 永永远远的圣难是 很 残酷 很残酷 有些人这样写 这段经文呢 就跟那段 跟那个解释呢 就有冲突了 这段经文谈的是一个 永久的一种 受苦 对地狱的了解 我们大家 我想我们 这些象征性的这些 这些经文呢 嗯 要不要看得太死 可是 我觉得圣经 经文里头的倾向呢 是永久的 受苦 这是 这个我想 你需要 把这些经文 把它转 另外一个方向 才能读到annihilation 才能读到 是灵魂的毁灭 OK 可是我不能说 这是确定 因为究竟我们在看《启示录》 《启示录》里头 任何细节 都是象征还是真的 你知道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读起来 这本书 不是那么容易读 你看 有没有问题 尊行神的命令和信仰的圣徒要有忍耐 他十二节突然间呢 这个作者呢 突然间离开这个故事 离开这个异象呢 对他写的那些教会呢 说几句话 注意啊 你们要忍耐 前面这个故事是为你们写的 知道反神的人他们的后果 攻击你的这些帝国 这些大国 这些有权柄的这些组织 跟从他们那些人呢 他们一定要毁掉 你需要知道他 你需要知道他们的未来 你需要知道他们以后的审判 这样你会忍耐 你会说OK 我可以撑得下去 我可以撑得下去 天上圣语书写下来 记录下来 曾经以后 诸地死去的人有福 死亡有福 死亡有福 为什么有福 因为他们要进入永久的祝福 他们有这个安息的 他们劳苦脱离得到安息 他们的作为随着他们走 他们其他东西并没有了 可是他们在神面前的行动 跟他们一起进入永久 十二十三节 其实是一段经文的结论 注意到吗 谈审判 为了是谁 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启示录写给谁的 写给那七个教会 因此我们为什么评论谈审判 我们谈审判 因为那七个教会 我们等多久啊 这些人在攻击我们 不是这些人攻击 罗马帝国在攻击 在压迫我们 这些有兵 有权柄的这些势力 在那边 回败 然后攻击我们 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宗教 一直在吸引 在迫害我们的思想 攻击我们的人 我们把我们抓起来 要杀掉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你看 你看这段经 提醒你 有没有问题 反应 十四章十四节 还有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好像人子的 头上戴着金冠 手里拿着锋利的链刀 有另一位天使 从圣所出来 对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呼喊 伸出你的链刀来收割吧 链刀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壮家 壮家已经熟透了 于是那坐在云上的 向地上挥动链刀 他的地上的壮家 就被收割了 又有另外一位天使 从天上的圣所出来 他也拿着一刀 一把锋利的链刀 接着又有一位天使 从鸡坛那里出来 就是由权柄 掌灌火的 他向那只锋利链刀的天使 大声说 伸出你锋利链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 累累的果子吧 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 于是那天使 向地上挥动链刀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把葡萄扔 扔在神烈怒的大鸭酒池里 那鸭酒池在城外被 不在 瑞塔 不是 踹 踹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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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由血从鸭酒池流出来 长到马的脚环那么高 绝环那么高 马的那个 流到三百公里那么远 哇 OK 那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像仁子这个人是谁 第14节 白云 实际上做一个好像仁子的 头上戴着一个金冠 那金冠他是王位 你看这个单一里书七章十三节 我在夜里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仁子 架着天云而来 到万古长存者那里 被引领到他面前 得了权柄尊荣 和国度 各国各族 说各种话语的人 都要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 是不能废弃的 他的国度是不毁物 是永不毁灭的 而单一里书谈的是 神的子民在新月里头 他们都说这是耶稣 耶稣说自己是仁子 对不对 这个话语是很清楚的 他说我是这个人 那这里 那说实在 在启示录里头也看过 耶稣是看一下像仁子的 这个人他出现 启示录里这样谈 因为这里是不是谈耶稣 好像是 没有写 因为以前是很羔羊 突然是仁子 好像是耶稣 可是这地方呢 不是说 他的重点是 这个 耶稣的审判的 这个 这个方面 对不对 重点是在审判 我可能是审判 我退一步 等一下 我先 我先不谈 这段经文怎么解释 先谈一下这些细节 有些人说 这个不应该是耶稣吧 因为为什么会有个天使 叫耶稣去 命令耶稣去行动 对不对 因为有人这样说 还有一个天使也拿这把锋利的链子 对对 我们还没谈到那个 先从那个 先看15 16 等一下再看17 18 先看15 16 15 16有个天使出来了 他呢 他没有联道 他跟那个人子说 嘿你把那个链子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时间到了 因为地上的壮家已经手头 OK 然后呢 这个坐在云上的那个 人子就在那边 啾啾啾啾啾 就把那个地上的那个壮家就收割了 那 有人说这个怎么会是耶稣呢 他是不是被天使的命令 那我就说 有人说 你看这个天使从哪里出来的 他是从圣所出来的 圣所是神同在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天使等于说是一个神的 使者 神的使者 要耶稣去收割 OK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啊 等于说耶稣是听从父的话语 神的话语 让他这样做 这不是问题 问题说实在是 怎么样解释15 16和17 18 那是大的问题 OK 因此我先暂时停下来 前面看14节 14节有没有问题 这个人子是谁 然后天使的和他的关系 我们要谈15 16和17 18 那问题比较大一点 解释的方法不太一样 OK 嗯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什么意思 约尔书 你们要伸出镰刀 因为庄家已经熟了 来 建塔吧 因为鸭酒吃满了 酒吃 隐溢是不是 隐溢 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 在约尔书里头 在约尔书里头 收割的意思是审判的意思 在约尔书里头 又有镰刀 又有庄家熟了 然后又有鸭酒池 这一段经文 怎么会影响15 16和17 18 我为什么先把这段经文拿出来 因为我说 因为有很多人说 15 16和17 18 是讲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人子 他们说是耶稣 我先讲一下很多人的解释 这不现在是完全错 不现在是错 这是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另外一个解释 比较更可能一点 可是你看他们怎么解释的 耶稣嘛 耶稣在地上要收割 在新约里头收割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传福音的概念 对不对 你看到耶稣对他的本徒怎么说的 已经熟了 你们需要祈求神派工人去收割 它是什么呢 使传福音把人带进来 把人进入神的国度 这个收割的概念 或者是神的国度是啥种 然后长上去 要收割进来 或者是有些敌人 把它放了一些草 那些tears是怎么翻的 就是那个 拜子 拜子放进去了 这些谈的都是 之后要分别 可是收割是传福音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这样解释说 前面十五十六 谈的是耶稣收割 壮家收割 这是把他的 他的人民 带回去了 然后呢 十七十八是 审判的收割 是两种不同收割 OK 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 十五十六是耶稣 十七十八是一个审判的天使 你看十七十八 有另外一个天使 从天使身上的证锁出来 他拿着一个锋利的链刀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天使 跟他讲话 大喊 这两个完全是parallel 对不对 一个是一个天使 对人子这样讲话 另外是一个天使 对另外一个天使讲话 这两个都有一个链刀 对不对 一个是要收割壮家 另外收割很仔细 收割什么 收割是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熟透了 这个词都同在重复的 一个是葡萄 一个是壮家 那这边徽动呢 就收了 然后他们那边徽动也收了 可收了这边很清楚的是呢 要把它放在鸭酒池里头 然后呢 要采 那里头就是雪 这段经文很清楚的是审判 因此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看十七十八十九 九二十 这一段 跟悦尔树是连在一起 它是应用这个悦尔这个 用镰刀 弄出来 然后采 你们知道这个鸭酒池吧 就是你要葡萄 你去采 你把它采 变成葡萄汁 然后呢 让它 我们说 ferment 是 发酵 还变成葡萄酒 对不对 这个概念大家知道 他们就会 他们就看到这些葡萄被采了 他们就觉得说 哇 这是审判的一个象征 因为那些葡萄 啪啪啪 这样被采很厉害 对不对 而且被脚采是一个 箭塔 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象征 对不对 被脚采是不好的 因此没有人想当葡萄被脚采 OK 因此 这个比喻我们了解 然后这一段很清楚 对不对 这个我想意思很清楚 世界上的人要 要被 审判 然后呢 要被 被采 被采 然后前面这段有两种解采 一个解采说 前面谈的是 神的子民已经被拉出去了 剩下的被踩 另外一个解采说呢 这两个故事谈的是同一个东西 前面注重的是呢 耶稣 他是审判官 后面那个故事呢 解采 比如说17、18、19、20 是解采 他怎么样挥动镰刀 把地上的庄稼收割了 这是另外一种解采 就是说 且第二段解采第一段 把它更仔细的讲清楚 然后我们知道 在希伯来的文化里头 重复 是重视 是emphasis 重点 而且是 强调 强调 是强调 而且是呢 确定 certainty 一定会发生 因此 希伯来的文化里头很注重重复 他会 因此细节一直在重复 可是他会加一点资料 加一点资料 你说你看 希伯来的诗篇 都是这样写法 一段 后面一段跟它很相像 多加一点点的细节 因此 不是 不见得是两个件事情 对立 而且相反的意思 OK 而是两件事谈同样的事情 那我 我觉得 其实 第一个解释 刚刚我才能解释呢 那还不错 可是第二个 比较 更可能 因为 这个重复这个概念 是一个 希伯来人文化里头 非常 非常熟悉的这种概念 第一次 第二次多加一点 我们整个启示 都是这样写法的 一遍一遍一遍 多加多加多加 重复的地方 一直相像的地方 一直在重复 然后再多改变一点 改变一点 对不对 这里会有看到 这是细节是一样的 然后多加了一些细节 改变了一点东西 让你知道 这个 它是同一个故事说两遍 然后呢一定会发生 而且强调它要发生 最后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解释 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 有 你看这第二个故事 有十九节和二十节 很清楚的谈到是审判 十五十六节 没有那多一节 谈到是拯救 没有写 对不对 我是偏向上下文解经 这里没有谈到拯救 你可以猜出来 你可以摸出来 你说耶稣用过这个比喻 OK 可是这一段经文 最后一段很清楚讲的是审判 我没有办法 这一句不在 十六节中间 十六节中间之后 这边多加一句 他们这些都得了拯救 那就没事了 可是如果我要用上下文解释的话 我真的说 这个我想谈的是审判 整个是审判 有没有问题 如果说四个都是天使的话 我也觉得第二个 你觉得很好 因为人子的问题出问题 对不对 他为什么从人子改成天使 对不对 我想他是想把耶稣拉进来 他故意说这个审判是耶稣在做的 可是他不想说 他要把他换成天使 第二个他换成天使 因此这很可能 我不会说第一个解释绝对是错的 我只说我给你一些原因 我倾向第二个解释 可是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解释 我也蛮喜欢的说实的 因为那很清楚 第一个是拯救 第二是审判 那就很舒服 很容易 可是 没有像写 就少了那一句解释 我就说 那我只能 我解禁缘则 让我倾向第二个解释 对 某一读的话 好像都是第二个解释 都觉得是 因为好像是类比的 对类比 一提第一个解释 那也不错 那也蛮不错的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因此我把两边都给大家讲清楚 你可以 你们自己选 我不能确定 对 还有一点 这不是恩典时代 审判时代 审判时代 是耶稣讲的 去搜告上 因为那是恩典时代 对 要拣选他的子民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 这最后已经不是了 对 因此就是看时代的问题 对 那我们开始看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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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天上有另一个景象 又大又奇 这是一个坏 它每次一开始另一个景象就是要重新开始了 它要重新开始了 OK 它要重新开始了 可是这段经文呢 又把前面这个到十四章把它结尾掉 要开始下面十五章 十五章要开始有七个碗 七个大碗 又是灾难 OK 可是呢 这之前呢 它要 这种 这种 我们在神学家中 我们就叫 它是两面的 往这边 也往这边 因此它要往 往那个 下面看呢 它会要介绍这七个天使 可是它要 把前面那个故事 把它一个好的结尾 因此 我看见另一个景象 又大又奇 有七位天使掌管着末后的七灾 这个七灾就会放在那个碗里头 OK 然后这个神的烈怒的 就在这七灾中发箭了 又是个大灾难 我又看见好像有一个 怎么解答 怎么念的 掺杂着火的 掺杂着火的 柏里海 柏里海 也有看见那些 胜过的寿 寿相 以及 圣明的数字的人 他们都站在 柏里海上 拿着神的琴 他们唱着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阳高的歌 说主啊 全能的神 你的作为 又伟大又奇妙 万国的王啊 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 主啊 谁敢不经为你 是不拥要你的名呢 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的 万国都要来 在你面前下拜 因为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明出来了 那七灾 我们 从第五节开始看 七个完 他先把他介绍他 然后呢 把他在故事结尾 他把他混在一起 这样混在一起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地方 是很奇怪的地方 是一个玻璃的海 其实我们这个看过 之前已经看过 而第四章 第五章也有个玻璃海 我们记录一下这个玻璃海的意思 海是在犹太人旧约里头 那时代是一个 反神恶的一个来源 因此野兽是从海里出来的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是你看 你看 底下黑的 就实际上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对不对 然后你一出去 一船一离开岸 一个浪你就垮了 人就不见了 海就把人吞掉 他们没有 GPS 没有靠天文 可以navigate方向 他们没有办法 控制他们的船在海上 因为他们对海很大的惧怕 海是恶 是反神的力量 那在这里呢 海变成玻璃了 看下去了 看透了 那就不怕了 底下没有东西了 这个海它的罪恶 它的那些 它的mystery 它的奥秘 拿掉了 它是玻璃的 你看穿了 什么也没有了 没什么了解 然后怎么样呢 它们还站在它上面 那些胜过兽 受像 圣明的数字的人 他们都站在那里海上 站在那里 好像是我不怕这个海 没有去怕 而是要打败它 站在海上 站在地上 是个击败的一种 有胜利的一个姿态 然后呢 它们在那边唱歌 站在海上唱歌 我们赢了 对 那 站在海上这个 这个形象 第一是 红海打开 摩西 摩西 因此他们唱的歌是什么呢 摩西的歌 对不对 那也是羊羔的歌 那羊羔 耶稣也是站在海上走过 在海上走过 对不对 站在海上的这些故事 都可以回应出来 对不对 他们唱这种歌曲 什么歌呢 全能的神 作为伟大的奇妙 万国的主啊 对真实 你们注意到 你的公义的作为显明出来 这种公义的意思 是什么呢 神立定他的国度 公义的意思 是要把世界 恢复到应该的情况 因此 乱的地方要有秩序 破碎的地方要修好 人与人关系破了 要把它恢复 这是各方面 这各方面 因此 这个 对不起 这个神的公义 是他的 在地上 把 公正立起来 拯救立出来 然后呢 让这些 这些基督徒 这些圣徒呢 让他们能够 vindication 他们能够得胜 因为他们是对的 直接反省的是错的 我看 我们得快一点 后面也蛮快的 对不起 我刚刚 有没有问题 他为什么要写 掺杂的火的 火的玻璃 特别这样写 审判在里面 火吗 我不知道啊 我没有注意到那一段 我没有查他 对不起 不知道 问很好 我不知道 这些时候 又有七个完了 七灾的那个 是刚刚第一节介绍的 这个七灾的七位天使出现 这些事以后 我刚看 见天上安放的约会的 帐幕的圣索开了 那掌握 掌管这末 这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圣索出来 穿着清洁明亮的细麻衣 胸间 竖着金带 四个活物中有一个 把盛满了 活到永远远远之神的 烈怒的七个金碗 交给人的七位天使 因着神的荣耀和大能 圣索中充满了烟 在那七位天使 降完七灾以前 没有人能进入圣索 我们回到这个圣索 这个藏国 这个约会的 这是神的存在 是在天上的圣索 神的 神存在的地方 神的宝座的地方 我提醒大家 大家好 我们谈七位天使 七灾难 七个童号 七个印 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七的象征性 是一个完成性的 完美性的意思 它是完成 是一个complete 这个号码 不是真正有七个灾难 七是象征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七个灾难 而是说要谈一个神在审判世界中间的这些灾难 有七个天使 然后有四个活物在行动 四个活物把这个碗交给这个七个天使 可是这个碗里头 金碗里头 含的是神的愤怒 那你要看第八节很有趣 对不对 第八节谈的是神的荣耀大能 把这个圣所充满了烟 别人进不去了 看到没有 你说这段经文 他把神的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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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那个 出现 他的 他的 怎么讲法 他的荣耀 他的能力呢 他 他那么出现 让别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他 意思是说 你看的是四个活物和七个天使来到这个碗 可是是神在做的 就是完全是神在做的 神要这个发生 然后这个圣所在那边冒的烟 没有人进得去 这个七个天没到完之前 没有人进得去 你说这是神的行动 那有些人说 这个圣所冒的烟进不去 他是不是没有办法祷告了 对不对 那他们回答神 圣子确实的回答是 不需要祷告 神行动 因为他们祷 圣者 这些圣徒在祷告什么呢 他们求的是神 神来 是他们得胜 记得第七章 他们祈求神啊 我们在那等多久了 我们等了好久好久了 然后呢 神说我会行动 这里是神要行动 神要行动 我忘记 这四个活物是 第四章第五章 那个四个活物有不同 它包括了什么熊 老鹰 老鹰 狮子 还有谁 哪一个 不是狮子 狮子 狮子 熊 牛 老鹰 野兽 然后 天物 它代表是整个 阴面 它代表是整个 所有的 创造物 在神面前 侍奉神 它把这个 教了这些天使 比如说 这一坛 我们就回到 第四章第五章 因此我说 一直说 我们每次这个圈圈完完 就回到第四章第五章 回到这个宝座室里去了 对 那我们看一下 最后的这个 这个七个碗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七个碗和七号筒的 这个规律 七碗和七号筒 其实 有很多地方很相像 我 我 左边是七号筒 我说把号筒的东西 拉出来 我没有把它全拉进 因为这个一叶放不下 那你们记得 上次我谈的时候 我谈到说七号筒 跟 初埃及记的十个灾难有关系 记不记得 OK 那是从对出来的 这个七个碗呢 又跟七个号筒有关系 你看 第一个号筒是呢 有 那个 有那个 冰袍 雪 存在着雪的火 活在地上 然后这边呢 碗倒在地上 地上 第一个 第二个 倒在海里 倒在海里 第三个 江河中水的渊泉上 碗倒在江河中水的渊泉里 第四个 太阳要受攻 要受击打 这边呢 倒在太阳上 第五呢 他们那边都变黑了 第五呢 瘦的国度要黑暗 第六 第六 与又发大 又发拉底河有关系 第六 碗倒在又发拉底河 大河上 第七 大声有人说 然后有闪电 响声 雷轰 地震 这边呢 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来说 成了 就是有 闪电 响声 雷轰 和大地震 我为什么这样放在前面呢 因为我觉得 我们谈的是 又是重复 又是一圈 这个碗 又是谈 这段时间 神的审判 不是说七个号筒 一件事情 七个碗是另外一件事情 而是他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又出现了 因为我们刚刚得到圣灵 现在又回了一个新的圈 开始 新的圈开始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规律 他在里头谈这个pattern 这个规律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这些细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发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神列入的七碗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去了 就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性的毒仓 生在那里有兽记号和败兽相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 海水就变成好像死人的血 海里的一切生物都死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中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了血 我听见掌管中水的天使说 今在习在的圣者 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因为他们曾留圣徒和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的血喝 这是他们应该的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啊 全正的神 你的审判真实公义 这是一二三 三个吧 对不对 那我想不需要谈很多这些细节 因为我们说的这些 这些都是象征 对不对 你真的要说血 真的海要变血吧 我想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要是要打击到这个世界的 你把海里的生物都死了 你会打击到商业 你会打击到你的食物 你会有一会的灾害 前面谈的毒仓 谈的是健康 攻击这些受的这些人 败受的这些人身上 让他们死亡 然后呢 三晚结束以后呢 这些天使在那边说 这是公平的 这是公义 为什么 这边血出来 因为他们留圣徒的血和先知的血 因此 这是对的 这是应该受的 你的审判是真实公义 嗯 我想 了解他意思不是很困难 这些都是象征的大灾难 在世上灾难 我们我想困难的是 神这样作为 我们会觉得 不太 不怎么样找法 不那么容易接受神这样行动 我们 我们 在 在 在奇事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审判 灾难的话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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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啊 神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它是一个 败坏 反叛的一个世界 神要拯救它 可是这拯救的过程 需要 有一些 有一个 公义性的 反应 如果神 全原谅 原谅 大家全都接受 没有任何审判 我觉得这不对 我想大家会觉得这不太对 不公义 不公义 可是你说 可是问问题在哪里呢 多少神反叹是对的 你说没有 OK 可是如果有的话 到什么地步 那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是 好像是被不同的事迹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背景 我们会用 从我们人的观点 来开始决定 说 这个太厉害了 那个不要这样子 你说我们开始跟神在那边说 这个好 这个好一点 可是我们的 我们评论神的行动的 那个这个 启发点呢 都是我们个人的经验 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从我们这个短转窄窄的七十八十年二十世纪后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个狭窄的观点说神啊这样做不对 这样做不太好 对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决定 我们如果说 应该有审判 那 这是公义 那 公义的 这个审判的 它的程度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们的看 我们的观点太狭窄了 我们看的不够 认识的不够 嗯 嗯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了 哈 第四位 很多碗 大太阳这样就得到能力 可以用火烤人 人被高热烧烤 那就亵渎那有权柄 掌管这些灾难的神的名 并不悔改 把荣耀归给他 嗯 他们受审判 不接受审判 他们受审判 他们不 赞美神 他们反而亵渎这个神 嗯 他们的反应是 是错的 那这里说太阳真的要改变吗 我们 其实里都是在象征嘛 为什么突然间把它变成一个真的太阳要改 嗯 我想象征的是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大自然 就说他们都要 都要为罪人而改变 就说是你的罪的 你的罪的那个 extend 你的罪的那个 深度 造成 自然的世界都要改变 很多人说这个 这个 这个意思谈的是 这里谈到的是 那个 拜偶像 他们不拜神拜偶像 的故事 而第五位天使把碗到在受的 座位里 受的国就黑暗了 人就因为痛苦 就咬自己的舌头 他们因为所受的痛苦 和所生的 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为自己所做的 悔改 就是审判 没有造成悔改 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提到这是拜偶像 他们不 比如说他们用这个 他们来谈说 嗯 亵渎那个拜神的名 并不悔改 把荣医给我离开 比如说他们 他们用它 他们亵渎神 通常亵渎神的这个概念 尤其从但也里书 出来的亵渎的概念是 他们是记不记得 他们谈的是在 在那个 他们圣殿里头 拜 拜阿波罗 拜那个罗马 那个或者希腊的王 对不对 比如说亵渎神 你怎么亵渎神 通常是用 神的圣殿来拜别的神 对不对 这是亵渎神的方式 因为他们说 这是可能跟那个有关系 可是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他没有那么仔细的谈 最后两个碗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 又发拉底和尚 大和尚 第六位 对不起 又发拉底和大和尚 第六位 河水就干了 这个又好像是 那个去外基金的一样 把河水干掉了 让另外一个人可以进来 那为了要给那些 从东方来的王 预备道路 东方是谁 他就是 他在想中国 你们记不记得 巴比伦 小雅西 记不记得巴比伦 是被谁打败的 波斯 波斯 波斯在哪边 东边 东边 土耳其 没有没有 伊朗 波斯是伊朗 对 土耳其是往西北 对 你看 我们看那个 波斯湾 两条河 然后这边是土耳其 土耳其是西北 波斯在这边 波斯在这边 是现在的伊朗 在这边 他们的河要干掉 为了要 为了要让波斯 让东方的王可以攻进来 来打 约尔法里河 你说这首第六碗 谈的是谁呢 是 巴比伦 巴比伦 那波斯呢 我看见三个 惠灵 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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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 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青蛙很好玩 OK 我们先谈一下青蛙好不好 他们在猜想说 为什么谈青蛙 有些人说青蛙好像是一个比较 青蛙以前的 你记得埃及的灾难之间有青蛙 对不对 有青蛙飘飘去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青蛙 因为青蛙很 摸起来黏黏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又臭 对不对 你碰它你还会 人家说你会得到 得什么那个 细菌的对不对 它对青蛙没有很大的 很大的好感 不要讨厌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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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喜欢玩跟青蛙玩 可是这个青蛙是 又臭又脏又又摸起来 很不舒服的这种 这种动物 因为他们就是好像说 它这个青蛙呢 是它从口中出来 因为这个 就是非常 这个影像是非常怎么样 恶心 恶心 对 gross 它 青蛙出来 好恶心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到 西方的那个儿童的 儿童的那些故事 是公主要亲亲亲蛙 对不对 亲蛙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王子 就是搞这个恶心的 叫ick factor 你要想一个女孩子 漂亮的公主要亲一个青蛙 对不对 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就是它恶心 因此你才会说这个故事 就是 对不对 这个就是恶心的 这些邪 这些 你怎么讲的 巫灵是不是 巫灵 好像是从亲外一样 从龙口 兽款 假仙之中出来 OK 那我们先要谈一下 那我们只了解这个概念 是巫灵 它出来的样子 是一个非常恶心的 非常 OK 龙口我们知道龙是谁 龙是啥蛋 很清楚了 我们知道兽是谁 我觉得兽是很清楚 是一个帝国 是一个被龙而利用的 一个政治权柄 权柄 那我们看 一直谈是巴比伦 其实巴比伦 只是一个象征 对 我们跟你谈过多少次了 都是这个东西 假仙之是谁 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我认识 我觉得 其实不只是我 不只是我 假仙之 是那第二个兽 第一个兽是一个 直接攻击 圣徒的 攻击教会的一个 一个政治权柄 第二个兽呢 是看起来像羊的 然后呢 他诱惑人 拜这个兽 记不记得 他说话是龙 可是拜坏 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把它清楚地解释了 这第二次其实是假仙之 是一个宗教方面的 OK 你说 撒旦控制一个政治系统 他也控制一个宗教系统 他控制政治系统呢 逼迫基督徒 他用一个 撒旦控制一个宗教系统 来诱惑基督 打击他们的信心 让他们败坏 双方面 那我们刚刚前面 是两个兽呢 这里是兽口 和兽和假仙之 刚刚才是巴比伦 现在知道是兽 这次是兽 OK 他们 从他们里头出来 有三个物灵 他们原是魔鬼的灵 施行歧视 他们在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呢 叫他们在全那个神的大日 狙击作战 他们要反这个神 神的国要来了 然后他们要来 他们要反他们 全拉在一起 要跟这个神要直接冲 要挑战 这又回到诗篇第二篇之开头 为什么列国 中国在那边混乱骚动 他们要挑战这个神 还是他的弥赛亚 这个回到这个故事 神与世界作战的故事 15节又是一个突然间这个作者 讲了半天一讲停下来 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 搞清楚啊 看来我还像贼一样 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的是有福了 他就不至于赤身行走 让人看见他的羞耻 你们不要 你们要看着衣服 你们要警醒穿着衣服 要不然突然间你会没有衣服 这个概念很奇怪的 可是你不警醒 你会不会晚上起来 没有衣服穿着 跑出去 这是猜想的情况 他的幻想的情况 是你突然要出门 可是因为你没有衣服穿好 或者你衣服没有看清看好 你没有对光的甚至出去 那你是羞耻的 这个我是神 这个好像是神 不像是约翰 他突然间我出现了 很奇怪 他可能是在谈耶稣 因为耶稣说我像贼一样 他是在引耶稣这个话语 直接对这些人说话 可是对象 他的作者 他说的口 他的口是放在耶稣的嘴巴里 他的话语 耶稣嘴巴说错 他的角度说出来 这就是这个括号 对 对 可是这个括号的原本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可是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大家就说 这段经文 就是parent's ethical 是夸起来 扩扶起来 跟前面 上面完全对不上 对不对 完全对不上 因此就是好像是 跟作者 跟读者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小心 注意 这段经文重视让你们注意 因为你们有物灵要出现在这个 在这个教会时代中间 你们在这里中间要受警告 要受鼓励 可是你们要小心 因为有这些假先知 有这些沙旦所控制的教会 沙旦控制的宗教系统 他会来打击你们 攻击你们 要小心 变成那个引号就更好 引号什么意思 就quotation quotation 就好像是耶稣 在突然就讲的句话 对 可是我可以把那个 我想quotation放在这个符号 刮符号里头 更好一点 对 耶稣说的话没错 可是还是跟整个大段要拉出来 要分开的 不是整个这段里头的一部分 乌林就把众王聚在一起 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顿 这句话不晓得在 在 那个 都好像电影 都是拍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 哈米基多顿 他的 他的希伯来文是哈米基多 是 麦基多山 麦基多山 是他不是在 以色列的北部 是一个 一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地点 是一个 是 冰丁要上 从南北经过的一个 一个峡展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pass 一个山 山中间可以 山然后有一个地方 可以过去的地方 因此一个狭窄 一个pass 什么番的 一个通道 山中间的通道 叫做麦基多 那地方有个小城 一个城市 哈尔麦基多是麦基多小山 它的象征地点 为什么要谈这个地方呢 哈尔麦基多在 旧约历史里头 有几个 几个重要战争在那里发生 因为它是一个象征 是一个 在以色列的地 象征与神作战的地方 对 那我说这个地方 他们很多人说 真的要在那里打仗 因此 你了解没有 我们谈启示的时候呢 哪些是象征 哪些是 字面是完全 就是literal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大家都跳来跳去 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战争 OK 那那个龙是不是 对不对 那兽也是假的 那为什么 哈尔麦基多就是真的呢 不知道 OK 第六个碗出来 是要打败那些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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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拉法里的那个河 要打败这个 巴比伦 就是这个兽 然后呢 看这个兽的反应 他要准备要打败他 可是这个兽说 我要 我要 反对这个神 我要聚在一起 跟他作战 第七位 天使把碗道来空中 就大声音的 从圣族的宝座上 发下来 就成了 于是有闪电 响声 雷轰和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 那那大城 哪一个大城 巴比伦大城 哈哈哈哈 那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 哎哎哎哎哎哎 回来了对不对 然后又把自己的烈怒的酒 被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重山也不见了 有大冰袍 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 每块重约四十公斤 哇 打扫了 有这冰袍的灾 人就陷入神 因为这灾太严重了 OK 怎么解 对不对 我们得说解释问题 解释问题 对对对 ID发展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更大更大 对不对 更大的冰块 更大的冰袍 可是他重点是 你看他们要反过来跟神 要对战 让他来一个地震 这个城就垮了 巴比伦这个 巴比伦象征 反全的权柄 就被击破了 然后呢 就是就结束了 就是愤怒就直接 往停在这里 人的心刚硬 一直刚硬 因此没有转 没有悔改 因此刚刚才是审判 一直谈审判 然后人不悔改 OK 比如说我们有人谈 像我们有名的作者 你们叫C.S. Lewis 英国作者 很有名的作者 他写了一本说 Great Divorce 大离婚是不是 Divorce 他写了这句话 他说 地狱的门是里面锁的 地狱的门是里面锁的 他读的我想 他就从这概念出来了 他说你看这些人 他们看到神的行动 不悔改 不悔改 那你说 他们为什么不悔改 心刚硬 就不愿意转 因此 他的概念是说 你要去探探地狱的话 你看那本书 蛮有趣的 我本来没翻译成中文 他形容的是一个 地狱是那些反神的人 然后他们不愿意去天堂 他们随时都可以去 不愿意去 地狱的门是里面锁的 不是外面 这是他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概念 其实在圣经里头 也有他的地方 因为他谈到那么多地方 人不转 人不愿意转 该转也不转 因为我想我们现在 我可以有些 你说相信神合不合理 我们谈过这个问题 我想大部分的原因 不想相信神的原因 是不愿意面对 相信神的事实的后果 如果你相信有的神怎么办 他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 我们不愿意面对 这个生命转变的后果 因此我们不愿意相信神 是反过来的 中国人来说 我的感觉就是 很多人不相信神 觉得相信就是软弱的表现 就是说 就好像把我 降低了我的人格 我降低了我的人格 对 你说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你说这是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一个基督教 我们注重神帮助你的软弱 那软弱的人 他们说我得到帮助了 旁边的人说我不想像他 对不对 等于说我们传的福音 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名誉 当然神帮助软弱的人 当然神爱破碎的人 可是对不破碎的人 或者自己不知道破碎的人 神有没有话语 福音怎么说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 有别的问题 翻译 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 那些信耶稣的人在哪里 还没写 还没写 没写 对不对 因此我们看断的时候 如果你说这个七个碗 是在最后面的时代 那是不是人已经拿走 有人这样说提了 可是那没有谁来谈提 这没有血 因此我说如果这七个碗 又是跟同号一样的 又是谈在这个教会时代的灾难 神在出手在那边审判 在攻击一些国度 尤其是反神的国度 把他们慢慢打败打败 那基督徒在里头 神的保住是什么呢 保护他们的信仙 他们的信仰 没有说他们不会死 对不对 我们这边看到了 是一个不要受苦生难的 这些灾难也降到基督徒的 好像没有把他们躲掉 而且这灾难是不是 这灾之后灾难还是其他别的 都不知道 这个 这个 你打败那帝国 对 也不一定要用这种 实际的灾之后的一些东西 就问题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看 如果地震是象征的 它象征什么 深的地震 还是象征别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不太清楚 可是我们知道要有审判 要有神的发怒 然后之后 神的国要来 可是这些怒 这些震怒 他的形态是什么 我们应该 我想应该不能知道 很多牧师说 这个龙卷风是神的审判 对不对 这个地震在那里是神的审判 他们 他们 开始用 用神的旨意 用 他们说我可以看到神的旨意 我可以了解神的眼光 我可以看到世上的灾难 都是神的审判 我觉得这个 我们需要谦卑 我们需要说 神知道的东西 我们不能知道 他们不想神 我们不应该知道 神在做什么 尤其这些东西 世上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神在审判 可能是 你不知道 你也不应该知道 因为不是 这不是给你的 我们人 有人 应该知道的东西 了解 世界上的事情 为什么发生 这个知识是留给神的 所以像你这样讲下来 就没有那个灾前被提 跟灾货被提的意思 哪里有谈题啊 灾前被提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说我们看了奇事 看了半天 哪里谈到 灾前被提 灾后被提 还是一个真论 对 可是我先提一下 我们看了奇事 看了半天 哪里谈到被提啊 没看到啊 在通路与神相遇 那不在奇事里头啊 不是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什么有写啊 就是说 那个圣徒 空中被提 有的是 有的是 在空中与神相会 不是在 那个铁手朵里加嘛 对啊 对不在奇事录啊 可是他们就把这个 连在一块 我知道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一开始谈奇事录 就是说 我们对末世论的很多的态度 读法 是把好多不同的经文 把它像篇图一样 把它凑在一起 那我说 你怎么 篇的 你怎么知道该这样篇 那 我又回到说 原作者原读者 原读者 他会这样篇吗 那是不会的 他不会的 那如果他不会的话 那原读者没有读懂 歧视录 我觉得很多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神给这些人 都给他们歧视了 都给他们未来的歧视 所以说才一致的 有些人是这么觉得 对很多人这样觉得 可是我知道 我只推 等于我读经方法是一个 一个比较说 我们说 我们要小心谨慎的读经方法 我们说 我们的读经 这其实很困难读 很多很多像这东西 我需要知道 我追求的解释 是从哪来的 我需要知道 约翰了解这本书 我需要知道 他的七个教会 读者都了解这本书 他们如果 没有读懂我们 读的方法的话 那我的读的话 从哪来的 那你说 神起誓的 那我 那是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懂圣灵了 对不对 我可以了解 起誓路 原来做是懂不懂 后面 教会 两千年来 都没看懂 我看懂 哇 对不对 那有点自尬狂 对不对 我觉得这种事情 这种读经方很危险 对不对 很危险 我不愿意这样读法 我说我 我要谦卑下来 让 作者 让他有权柄 那我尽力了 他说了解说 第一世纪的观点是怎么样 他们读他们 文学方法怎么写法的 这个 如果我不谈约翰 我说我在 以佛署的教会 得到这本线来 我会怎么读它 OK 没有说 超看天洒隆尼加 对不对 没有写那一段 因此 他们怎么搞清楚 那是不是 约翰本人 他也没有 很多东西 他也不知道 模式 你认识到这个地步 因此我的观点是 他了解他写的东西 他的意思他完全懂 对 他写了很多东西 读得出来都跟旧约 很多是类似的 同等旧约拿出来 他是应用旧约的形象 来写他 来一个新的 对耶稣这个 教会时代的了解 因此我们一直说 他用巴比伦 他用埃及 为什么 因为那些都是 象征反神的国度 反神的人民的国度 他们用他来 来谈整个这个 教会这个 这个时代的故事 我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 我们在读诗篇来讲 对 对 很多在预言的人 他并不晓得那里头 有多少是 他早就已经知道 那个预言 所以你说 你说 当 你说哪一段 就好像 不管是 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些诗篇里头 是不是第二篇 以赛亚师父的那些 对 或者是在讲这些的时候 他们这样子的讲法 他们知道吗 对 对 等于说 你说我们 我们 我们谈的时候呢 原作者 尤其旧约的作者 他们 对新约的故事了解是有限的 对 新约的时候 会把这个旧约的意思 再多加一层 我同意 那新约呢 写完了 后面再多加一层 是我们吗 你意思说 我们应该有新约作者的权柄吗 不是 不是 你说这个 对不对 因为新约 新约作者看 读旧约 他们说 其实你看这个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 写的是弥赛亚 他谈的是王位 他谈的是犹大的王 可是你一看 先不看新约 先看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二篇很奇怪 他说这个犹大的王呢 一旦 要被立定 世界的王就要挑战他 那我只能说了 哪一 在犹大历史中间 哪 什么时代 这个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 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这个诗篇第二篇的作者 他形容的是一个理想的王位 这个作者已经在形容一个理想的犹大王位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是拜以色列国家 是拜耶和华 是拜创造宇宙的国家 我们这个国家有个mission 有个任务 是要祝福全世界的 因此 耶和华的这个王 是应该治理世界的 因此 他一起来 会有人挑战他 他是一个世界的王 因此 你向我要求 我就把这个世界 这个国度交给你 让你当你的产业 这诗篇第二篇这样写 对不对 没有任何大位 最大的国度 没多大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王位 达到那个诗篇第二篇的形容 可是诗篇的作者想的是一个形容的未来 因此新约的作者也看到说 这个形容的就是耶稣 OK 那诗篇第二篇的作者 不知道耶稣 他知道 我们这个国家的王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我们追求是这个理想的王 因此没差多少 他们形容的耶稣完全对上 OK 这是这样对旧约新约的关系 很多经文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 这是新约旧约 我们现在2000年后看起来 我们不能把新约的书籍 多加一层意义 你以为什么发生 不是没发生 而是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写作圣经人 神的启示 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启示 基督教会的教导是 启示已经结束了 因此新约的作者可以解释旧约 重新解释旧约 我们不能重新解释新约 我们需要服从新约作者的意思 OK 我们不能说因为新约这样对旧约 我们可以这样对新约 那我就把我自己抬根新约的作者平等 而且还超于他了 我得到新的启示 我可以把启示族读的意思 是约翰都不了解的 这个等到主第二次来之后 我们就清楚了 我们再谈 对 他就是这意思 因为旧约很多启示 圣灵启示那些作者写出来 作者可能很多不清楚 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画面 但写出来了 结果主耶稣来了之后 回头一看 应证 对 那这个呢 现在还是模糊的过程当中 得到主再来 这些事情我们才应证而知道 对 我可以这样说 可是我也说 不是那么不清楚 而是他用的话语 我们不熟悉 他用的话语是旧约的那些 那个 picture 他在用那些旧约的那些话 把它拼起来 来讲他想讲的东西 因此不是那么不清楚 而是我们看不懂 不过那你这只是一个面 对 一个面当神启示人的时候 人不是完全非常清楚 但是可以把神的启示写出来 所以 这是 这是 这个地方 我们 他会这么这么 我觉得这样 比如说这个观点 OK 第一点 像单一里 单一里那些画面 他不一定完全清楚 他不是每个画面 他都很清楚 但是他这么说 就是说即使不清楚 但是你不要给他弄清楚 我知道 OK 这是两层 第一点我们不会比他更清楚 这是肯定 这是肯定的 第二 这个概念 神启示人 人不清楚 这个概念 不符合大部分的圣经 大部分的圣经 作者 作者 很清楚 OK 你看 从《创世纪》写到《列王记》下 这个作者很清楚在写什么 保罗出现 没有说好 我不知道写什么 他写得很清楚 他把自己的意思写出来 对 对 那我们说 因此我们 尤其是神学 解经的原则是 又是神又是人 百分之百神写的百分之百人写 意思是说 这个人 他用尽他的心意 要表达出他的意思出来 神说 这只是我想表达的 我造出一个保罗 写出我要写出的信 嗯 嗯 好看 因此不是一个 用Dictation 我在那边写笔记这种概念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 比如说那个 以赛亚书写那个 预言 耶稣诞生 就是他被领到这个 高颜 五十三章的 对 那他是 他写的是谁 他写的很清楚 是 是以色列啊 你看那段经文 不是 写以色列 他写的是以色列 这四个福音书 他们都形容耶稣为 以色列 嗯 比如说 以色列有个代表 整个新的说 他是在讲以色列 可是耶稣是以色列 因此以赛亚 他在形容以色列 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一个人 他讲的是一个 一个团体 或者是团体中间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说 以色列被 为了其他人受益 因此是 可能是 以色列的中间的 一个少数 一个minority 或一个真以色列 当时他在那个社会里面 没有这一群人吗 他可能在想象 有这些人 一些真实的以色列 我们一开始 就谈叫remnant theology 说 圣渝的人 渝民 圣渝民 你说 以色列人越来越 就真的 他们那时候 你谈的问题吗 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 嗯 这个不对啊 你真的相信神 才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因此先是就开始 有这个概念说 有圣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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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所有 在以色列人生下的人 都是以色列人 不能这样说 他们会有个概念说 一个真以色列 会为其他的以色列 为他们死 你说这个概念 与其余有冲突吗 一点都没有 他们认为说 新以色列 这个真以色列 只剩一个人了 就是耶稣 这是保罗九章十一章 罗马书九章十一章 就在谈那个东西 以色列只剩一个人了 就是耶稣 因此他是以色列 他为其他的 神的人民死 没有 他把他的 以色列的意思 没有反对他的意思 可是把他清楚 更一个了解 更一个解释 这就是我的point 对 以色列人写书的时候 到我们的时代回头看 对 或者是保罗 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对 就更清楚了 OK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对对对对 我同意你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只要不说 我们可以比他更了解 就没问题了 对对对 我们不能比新约作者更了解 我们之所以了解 是因为旧约里边发生 我们到新约认证了 经过新约作者的解释 让我们懂 或者是印证了 对 他们印证了 了解 可是我们不能比新约作者更了解 但是我意思说 神的圣经的意思 超出他原则者的思想的范围 比如说像大义里看的异象 他只把异象描述出来 但是异象究竟什么意思 他不是特别的清楚 到了新约之后就验证了 看你怎么解释的 有些人看得蛮清楚 他看得蛮清楚 他看得蛮清楚 但是还是像赵敬如一样模糊不起 最终发生之后 对 比如说我们谈的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就是这种启示文学 启示文学为什么模模糊糊的 为什么讲的没有上先知书信那么清楚 先知书是蛮清楚的 你看以赛亚说很清楚 耶利云说很清楚 为什么启示文学那么不清楚 很多人原因说他们受压迫的情况下 故意写的不清楚 比如说是一个隐藏的 要把他想讲的东西隐藏起来 我知道 读者知道 罗马帝国看不懂 对不对 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可是我们 怎么样解释启示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从你的观点上 我觉得最危险的一种人 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想法读进去 他看的东西 他觉得这就是 信约的作者想说的 这就很危险 不要把自己的 对 这是我们读经 谨慎的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太容易 太容易 对 因为你看看我有我的意见 我把圣经作者的权柄 支持我的意见 对 我就赢了吧 对不对 神要我们这样想写 神要我们这样做 多少多少教会 多少多少异端 从这地方开始 一个人说 我可以解释神的话语 我的解释是对的 并且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把很多其他地方都变成 都变成解释 对 这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所有解禁的人的 显示的地方 要小心的地方 这个第十四章 这个他们在全能神的大日 这个全能神的大日 这个日子 没有什么解释 就是我刚刚才说 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 Day of the Lord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这个地方 从这个词 从旧约出来的 在旧约先知书记里头 他们说这一天 叫做Day of the Lord 耶和华的大日 的日子 那一天是神要出手 那现在变成这一天神要出手 因此 主耶稣的日子 他会在新日里用这个词 那一天神要出手改变 那如果你要 然后我想起诉的观点是 就是说这个神出手 神出手大能的日子 是这个意思 他的旧约的先知会说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小心 那个神的耶和华的日子 因为你们以为他要 他要惩罚那些 那个外邦人 其实他要惩罚的以色列 就是很多旧约的先知会 这样教的 他们说你要小心 你们搞错了 你们不要以为 起耶和华的日子是好日子 但那个大日子 他们才聚集一起 他刚才是打仗的 并不是那个 对 可是没什么打的 他们输了嘛 是 马上被那个 他们要在那日子聚在一起 要跟神挑战 对不对 聚集到作战 然后呢 地震他们毁掉了 那这个聚集军战 是一个象征反对神 还是真的把军队聚在一起 这就是比较困难的解释 他谈的是 他看到的 因为这是他看到 他看到聚集作战 看到就是象征的 他象征什么 他象征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象征什么东西 地震象征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在谈象征 那 这些事情比较困难 这些事情比较困难 好 我们今天时间长了 我们祷告 我们 谢谢 天上的父 我们 看到你的恩赐 看到你的怜悯 也看到你的公义 与审判 我们 对这些经文 我们 我们知道很多地方 我们还是 不了解不清楚 可是我们 知道你是王位 你是 你已经得到王 你在这世上 你在等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北美 我们经验的不是直接的压迫 我们知道我们是受到的诱惑 我们受到很多假先知的攻击 我们求的是在这里保护我们的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我们 可是我们也知道有多少多少弟兄姐妹 在历史上 在现在的各世界 在各世界各全世界上 他们求望的是神你来啊 在地上利益的公义 也是我们回应他们的祈求 我们说 旧啊 你把你的国代降临 愿你举行在地上 你放心在天上 大道封耶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